这个听力呢 我们首先讲它的听力技巧 以及怎么样来训练 能够达到让你听懂 有的小朋友现在目前不考听力 但是我告诉你 大学四级是一定要考听力的 因为你跟着我 把这个15天学完 我相信你可以能够应对大学的四级 知道吗 只要你的词汇再达到一定的程度 你这样可以把一个四级的试卷拿下来 所以说呢 我们要把它认真学完 然后听力这块也要听 因为大学四级听力占有很大的比重的 所以我们要把听力学好 无论现在学不学 我们学也不一定是为了高考 是为了我们整个的英语的这个学习 以及将来的四六级 好听力 听力来看一下 听力的高频词汇 我会给你们两 就是必须听懂的词 或者必须看懂的词 然后听力的应识技巧 我们来看来具体的看一下 这边呢 因为是在录课 然后我就说一下 然后呢 我是这个贾老师 就是跟随平台的贾玉兰老师 高科英语贾玉兰老师 这边呢是我的微信号 然后就是说 这个在线的看视频的同学 因为这个将来会录成视频 视频同学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 加一下微信以后 老师会有一些惊喜的东西 贞送给你们 138-1310-861 首先听之前 听之前 你一定要阅读相干的题杆和选项 听之前是要阅读相干的题杆和选项 不能只看选项 而不看题杆 你那只笔拿在手上不能转来转去 一转好了 不好 打到高考的时候 突然打到前面一个女孩子头上去了 人家啊的一声 你说那个好不好 肯定不好了 所以我们那只笔 拿在手上不能转 不能转来转去的 应该拿在手上呢 帮你去看那个题杆和选项 帮助你去分析东西 不是再来转来转去的 听之前 听的时候呢 一边一边听 一边注意什么呢 题杆和选项 一边听一边看题杆和选项 看到有没有被播报到 有没有被放到 听以后 听完以后 应该是左右 看到吗 是左右上下 比较选项 比较选项 然后做出 迅速做出判断 千万不要对自己的答案 反复的思考和改动 也也就是说 也就是你 已经听完了 已经听完了以后 已经选出一个答案了 然后想 哎呀好像不是吗 是不是另外一个 再来回想自己 好像刚才听了什么 千万不能这样做 说回想刚才听的内容 听你一旦做出选择 就不要再去想 就全力以赴下一条 哪怕这一条是错的 你都不要管它了 去全力以赴 下一条的听力 好 小对话题 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的具体的一个技巧 小对话题 有一种题型叫 数字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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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考什么呢 第一考听音辨别 比如说 fifteen fifteen fifty 那么你一听就能听出来 fifteen是15 fifty是什么呢 50 这样子 fifteen fifteen 好 这个就是在咒音上面 听音把它辨别出来 第一 它会考你这个 让你辨别它的音 那么第二呢 它会考你同意替换 同意替换 比如说 two days ago 两天以前 它可能在选项里面 会出现一个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看到吗 然后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thirty minutes 你可能会听到 thirty minutes 然后选项里面 会出现一个 half an hour half an hour 好 fot night 我们会听到一个fot night fot night是两周的意思 两个星期 two weeks two weeks decade decade是十年 这个呢 都有回放 对回放 你们可以看到一年的 没有关系 decade是十年 dose呢 是twelve 要学会 要知道这些最基本的 一个同意的替换 好 接下来说一下 建议提醒 只要有建议 那就是考点 我现在跟你们说话 你们卡不卡 听的卡不卡 不卡的话就打一 不卡 很好的话就打一 效果比较好 打个一给老师 跟老师互动一下 很好 OK 非常好 那只要有建议 就是一个考点 来看一下 如果说对话当中 在建议提醒当中 对话当中出现了but 那么but后面 就是一个考点 注意but的落音现象 尤其是在雅思考试里面 研究生入学考试里面 或者说四六级里面 会出现一个but的落音现象 他不读but 他读成bo 就是一个bo就行了 bo 他没有t 就bo 就出来了 那他就是什么 那他就是一个but的意思 就是but 我们就知道他but出现了 要注意but的落音现象 好 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建议提 他有两种情况 第一是什么呢 第一个人提出建议 那么考点就是第二个人回答 他到底同意还是不同意 还是接受这个建议与否 如果第二个人 他接受这个建议 那么他的回答应该是非常爽快的 比如说good idea sounds interesting 这样子 他是非常爽快的 假如说第二个人的回答 比较复杂 你听不懂了 你如果在听不懂情况下 他说了一大堆 说了一大堆 这个时候呢 你如果实在听不懂 那你的判断 基本上他是什么呢 婉转的 什么拒绝 如果说第二个人提出建议 我们刚才说的是第一个人提出建议 是不是 我们现在是第二个人提出建议 如果第二个人提出建议 那么建议本身就是要 就是一个考点 要听清楚他建议什么 他很可能会问 这个男人建议那个女人干什么 好 接下来说一下场景题 我们高口当中 那个小对话会经常会出现一种场景题 场景题是什么呢 是特定的人 特定场合 谈论某一个特定的话题 那么他经常考的是三个内容 第一问你在哪里发生 就是场景 第二问你他们是什么职业 或者人物关系 他们是老板呢 还是秘书之间的关系呢 还是同事之间关系 还是老师跟学生关系呢 还有问你一个谈话内容 会考核这三个内容 然后我们由其中的这三个因素当中 任何一个就可以反推出 其他的另外两个 比如说 我们由丈夫 由这个妻子和丈夫 这样的一个关系 咱们可以推出来 他们可很有可能是在家里面 谈论什么呢 谈论旅行的事情 谈论孩子的事情 或者谈论家政维修的事情 无外乎是这些事情 我们就是说 可以通过 就是马上反推出来 提前一个预测 在大脑里面提前会有一种感觉 场景题 你关键是要听到一个keyword 听到一个什么关键词 就可以了 就OK了 所以说当你听不懂一大堆的时候 你如果听到一个关键词 你听懂了 那这个时候 它就是什么 暗示你的答案出来了 你就可以把答案做出来 就可以选出来 我这个曾经也讲过 就是说我们比如说 2000几年的时候 全国卷 全国卷就出现了这道题 说实在话 那道题蛮复杂的 蛮难的 说的很多 一大堆话 真的叫人听不懂 实在听不懂 大学生也不一定听懂 然后就听到里面 说了这样句话 叫做 Letter 他没有读Letter 没有读Letter 他测化了 把这个t呢 测化 L-E-T-T-E-R L-E-T-T-E-R 把这个tt呢 把它读的时候测化 就是信件的意思 然后呢听到这个 我们就可以知道 应该是什么 在邮局 所以那个地点 那条就考你场景的 应该是in the post office 所以场景题 你听到一个关键词 keyword就可以了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暗示提醒 暗示提醒是最难的 他经常会问 What does the man imply imply I-N-P-A-Y imply 暗示 也就是他问 这个男人暗示什么 或者这个女人在暗示什么 那么这样子就叫一种 暗示提醒 这个暗示提醒 他不是直接回答问题 而是拐弯抹角 要听出他的言外之意 言外之意 那好 那我们应该怎么呢 在选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他是尽量不要去选 含有 含有两 含有原词的一个选项 就两个人说话 我提到 你听到一个词 我们刚才这个场景题 是要听到一个keyword 听到这个关键词 但是 我们这个imply 暗示提醒 他说听到什么 不能选什么 你听到这个 你不能马上 哎呦 这个选项里面有他 我就选他 千万不能这样子 含有原词的这个选项 往往是错的 尤其是第二个人 原词的选项 那我们应该是 从他的语音语调 另外一个 从他的语音语调去判断 如果他的语音语调是上扬的 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一道立题 很好有一道立题 如果说他的语音语调是上扬 那基本上是什么呢 不赞成 不支持 或者反对 或者反对 他的语音语调是下降 那是什么 同意赞成 或者说支持愿意的 来跟我一起看这道高考真题 这是一道 全国卷的一道高考真题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这个女士说了 Could you give this notice to Mitchell Mitchell Give to Mitchell 他的上扬 他的音调 你会明显的听到 Notice和Mitchell这样的词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来看一下 Notice和Mitchell 当然说 Give to Mitchell Who am I A messenger 你也听到了 A messenger 非常清晰 也是上扬的声调 好 Message听到了 那谁选一下 还有什么呢 Message 但是我们不能选它 然后是说 Give the notice to Mitchell 那么Mitchell 你也会听到 那么IC呢 不能选它 你不能听到 那马上选它 而是呢 一种上扬的声调 我刚才说 要根据语音语调 那么这个上扬 还有一个 我如果讲得快了 你们俩要说一下啊 你们俩跟我说 比如说讲快了 我现在这个语速怎么样 我现在来来问一下 因为我防止我讲得快 现在目前的这个语速怎么样 好好好 很好 行 那语速这样子 因为听力它不难 所以我们讲慢一点 马上我们讲到难的地方 咱们就把它很好 很好 非常好 然后马上我们 我们讲难的地方 我会适当的放慢速度 好 然后它这个语音语调 上扬就表示 它不赞成 不愿意 是不是 Give some nature 也就是它根本就不愿意 把它给Mitchell 它说你以为我是谁 是一个message吗 是专门给别人 送信息的人吗 所以说它是不愿意来 递送 递送这个什么 这个便条的 是这个递送这张便条 所以说应该是答案 正确答案 就是选B的 选B的 好 这是暗示提醒 咱们要注意的 咱们要怎么样去做的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段子题 我们接下来 我们在听力当中 就会听到一段 一段的那个小段子题了 那段子题做题 应该是怎么样去做呢 首先一个 你要克服听力的情绪 很多同学 在听段子题的时候 它会是什么呢 会有一种 相对来说浮躁的心理 或者说是听了什么呢 就是说听 有一点听不太懂 因为那个段子题 它不是 我们不可能每句话 都能听懂 所以它这个时候 有一种呢 就是说当他听不懂的时候 他会就有一种情绪 哎呀 我怎么没听懂 其实我跟大家说 真正听力拿满分的高手 他也是有的地方听懂 有的地方听不懂 他也是跟你差不多的 所以说你要紧紧的抓住 你听懂的地方 听懂的地方 也就是他会考核的地方 也就是答案会暗示的地方 所以你要抓住 听懂的地方就OK了 当你听不懂的时候 不要去管他 不要去纠结 你继续往前听 跟着他的节奏往前听 就行了啊 千万不要再来一纠结 然后这边该听的也没听到了 所以说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 克服这样的一个听力情绪 还有一个 在做段子题的时候呢 我们往往会走神的 那小对话还好 集中精力了 然后到段子题 听着听着 可能那个大佬 一闪神 他就会闪着走神了 那走神这个问题 那么也是很正常的 不要觉得他不正常 他是正常的 那怎么解决呢 我们平时在听听力的时候 我们考试的时候 是20分钟听力 全国卷是20分钟听力 那如果我们平时考试的时候 我们平时在训练的时候 不是考试 在训练的时候 我们放到30分钟 30分钟 也就是说 我平时在听听力的时候 我就听个30分钟 或者说 甚至更多 40分钟 当然高三的学生 可能没这么多时间 我们可以听到30分钟 也就是说 超过这个20分钟 那你经常这样子 注意力集中训练 超过20分钟 当你在考试过程中 他只有20分钟的时候 你还没有来得及走神 那个听力考试都已经结束了 明白吗 你这样训练的 把你自己这个 集中精力的这种能力训练出来了 你还没来得及走神 他这边听力都已经考试结束了 所以说 我们走神的问题 可以在于平时 这样的一个训练的方法 这正确的感觉 就是有的地方听了清楚 有的地方听不清楚 所以说我们段子题 他这个题目的分布 我们会在哪里呢 会在他的开场 会有一两道 中间一两道 结尾一道 也就是说那么三四道 就可能出来了 这样子 所以在这样的一些部位 那你说老师 我怎么知道 他播的中间呢 我不知道这些东西 那没关系 那我跟你说 你做段子题的时候呢 你只要是 只要是看着那个题目 题杆和选项 你就从上往下看 按顺序看 当它被播报到的时候 当你听到这个题杆 或者选项 被播报到的时候 那这个地方就出现了 就开始了 就是这个地方的考题 就会出现 你就要注意了 就要在这边进行选择 听到了 然后就要选择了 好 高考的出题原则 我说一下 那么听力的出题原则 是考主要的内容 那么在听觉特征上面呢 它会有中读 慢读 停顿或者重复 所以说 这些有听觉特征的东西 也是我们能够听到的 所以我们听到的 就会是考到的 一定要抓住自己听到 最容易考的 也是最容易听到的 所以听断字题的时候呢 抓住能够听得清的 就OK了 就不要去过多的担心它 断字题是很好做的 那断字题的 很多同学应该是 小对话会错 断字题一般的来说 都能够拿分 拿错的相对来说会较少 那么断字题 我们来看一下 硬试的技术是什么 首先一个叫Meadier 也就是你要学会读题 在断字题开始之前 我刚才说了 当你拿到试卷 第0.1秒 你把那些 所谓的那些读达提卡 那些东西 一开始要提前进考卷 把它都填好以后 然后发卷之后 然后你第一时间 应该马上去提前看 听你 那个笔拿在手上 要去分析提案和选项 要去比较他们的差异 好了 然后呢 而且他每次 放那个断字题 之前也会有一段时间 你也要呢 提前去看 那么提前看 你会掌握一个Meadier 一个主线 首先你就提前预测到 你可能听到了一些内容 可能相关的一个内容呢 我们曾经有过 也就是全国卷 全国卷 我们根本不需要去听 照样可以把这个题目 做出来了 比如大家跟我分析这一篇 我带着大家 简单的看一下 简单的看一下 说这个女人怎么了 然后他们说 她的牙疼 这是一个 她呢 她的这个鼻子 她的 这个噪音 让她一直醒着 这个噪音 让她一直醒着了 然后呢 她的脚有点问题 好 来看一下第二道题 是说什么 说她不能吃东西 OK了 通过看到第二道题的 这个题杆 咱们就知道 第一道题 应该是选这个红色的标记了 就她的牙疼呢 所以说呢 这就是通过一个主干 通过提干和选项 我们就可以把答案选出来了 好 我们来看 这个理论 为什么不能吃东西呢 来看 她说 她的这个位置 Stormash 有点问题 她的位置有点问题 她呢 没有任何牙齿 这两个选项呢 都是不常规选项 然后说 在她的牙上有一个洞 我们说 不能吃东西 往往都是牙疼 不能吃东西 所以说呢 有一个洞在牙上 这个是属于常识 所以说C的概率就非常大 C的概率就非常大 咱们把C放在这 好了 所以咱们再看下面 说 接下来 在这个对话之后 会发生什么 然后我们看 A 说这个女士 会返回 在四个四天以内 会返回 然后把这个坏牙呢 拔掉 好 然后B说 这个医生将会呢 立刻把这个坏牙拔掉 这个常识都知道 坏牙经过消炎 然后在那边拔的 不可能马上就拔的 所以说B错了 然后C 说这个医生等了很长时间 等着这个女人 但是这个女士呢 再也没有返回 显然 我们说 他这个牙子有问题 肯定要去解决的 那么常识选项 A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那我告诉他 告诉你们 那么就是这个答案 就是A 还有前面这个什么呢 还C 还有在之前的什么呢 A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呢 在读这个 在考段子这个时候 一定要提前预看 大概知道一个 may idea 知道至少 我们不能够看出答案 至少说大概能猜出 他们可能是 是进行了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 大概一个什么内容 好 我们接着看下面 做段子的应该怎么样 就是我刚才说的 边听边做 循序渐进 顺序原则 它是一个按顺序出题 它是按顺序 所以你拿到段子的 从上往下看 从上往下一边看 一边听 当它被播报到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 是否这边就开始 这边就有考题 然后你要听 然后进行选择了 这是它的一个原则 叫顺序原则 同时 段子题 我们是听到什么 选什么 这是段子题的 总的做题原则 我在说一遍 是听到什么 就选什么 但是有一个 如果说所有选项 都被都被提到了 怎么办 也就是说 A也提到了 不会不会不会的 不会的 注意了 听力绝对不会是 偏难怪的 听力绝对不会偏难怪 我跟你们说 说打包票 听力不会偏难怪的 你又没注意到 听力的词汇 都是很简单的 说听力更不会偏难怪 不是大学四六级 不是那个研究生考试 就是那个最多四级 有一点 就是说落个弯子 设个陷阱 一般一般的都不会 好的 所有的选项 当所有的选项 都被提到 这时候听我说 当所有的选项 都被听到的时候 都被都被提到 A也听到了 B也听到 C也听到 这个时候你不知道 选哪个了 这个时候你会可以听第二遍 我可以向你保证 第二遍的时候 他会一定 一定拨到里面的提干 一定会读到 一定会拨到 这道题的那个提干 好 提干被拨爆到 然后紧接着 他会说到一个选项 那么这个选项就是答案 知道吗 然后你第二遍 一定要听 继续听 然后眼睛定的这个提干 他会拨爆的提干 提干出现 然后再出现一个哪个词 然后就是他 或者在这个之前 会出现哪个词 然后是提干 要紧靠着提干的这个 然后就是什么答案 如果所有选项都被提到 这个是以前的 听力当中出现的 好 还有一个就是在段子 里面有个解释原则 就两个人一问一答 那么答就是作题的关键 你听到这个答案 这个答的东西 回答 那么他就是什么呢 他就是答案 甚至你听到这个答案的 这个音 有的时候我们不认识 这个单词 但是你听到他的这个音 然后根据这个音去选择出来的 选择出来的 这是解释原则 好 读白题 读白 其实读白呢 我把它列为跟那个段子题 一样的作题原则 一样的作题方法 这个读白题 就是一个人在那说 就叫读白 那是一样的作题的方式 好 填空题 以前呢 省份单独出的时候考过 然后呢 大学里面会考 但是这个我们目前的高考 已经没有了 现在统一改成全国卷了 没有这个了 没有这个填空题了 填空题 我们往往是先要把这个文章 先要把这个小短文 先要提前看一遍 先要一定要提前看一遍 看一遍以后 然后他会播报两遍 当第一遍听的时候 你具体的听到某个词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词 写一个首字模放在这里 不要想着把这个词 整个先写完 因为你如果先写完的话 你可能会听不到 他下面报的第二句话 或者第三句话 因为这个时候 你反而得不偿失 反而不好 所以说你应该写一个 手字模在这里 在短暂的记忆里面 你一定会记住 这个手字模代表的是 哪一个词的 你肯定会记住的 所以这个瞬间记忆 肯定会让你满足这一点的 因此你可以直接写一个 手字模 然后呢 接着听 接着跟着他走 碰到一个不会的 先放这里 然后第二遍来听的时候 解决他就可以了 好 当你第二遍播报的时候 你呢 第二遍播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 你快速的写下来 你快速写下来 然后再把你 我们是这样来做 这个填空题的 这边呢 是跟大家说一下 听力的能够 短期里面快速听懂 快速听懂 我不知道你们的听力呢 怎么样 你们的听力怎么样 你们听力 一般的20分拿多少分 20分 20分拿多少分 打一个数字出来 给我看一下 20分 20分 一般错几个吧 或者错几个 错几个 告诉我一下 告诉我一下 一般错几个 得分三分之二 是吧 三分之二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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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还可以 让他得得更多 还可以让他得得更多 好的 那这样子 我们这个听力呢 我跟你们说一下 你们到大学里面 以后会重点考他 因为大学四六级 是重点考的 拿十分 错十分 那对半 我跟你说 你一定要好好听这个了 必须好好听这个 老师今天教你们一个 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已经经过验证的 然后这样的一个学生 他从听不懂 然后呢 又训练了一个月 一个多月 然后他能达到真正的 能听懂很多 他的说话 真正的能听懂 外国人说话 那种感觉 真的是很美妙的 所以我教你们的是 真正听懂的实力 实力的提升 当然很辛苦 一开始很辛苦 很枯燥 但是当你坚持 坚持到大概 二十天的时候 你又感觉到 自己的档次不一样了 再坚持到一个月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自己迈上了一个台阶 你就会发现 哎呀 你再回过学校 回到学校 去听学校那个放的听力 你就会觉得 他播到太慢了 你就会觉得 你在听着上一句 在等着他下一句的出现 你会达到这种美妙 知道吗 好的 但是过程是很艰辛的 过程是很艰辛的 那么是怎么样去做呢 这个是听力原文 这个是听力原文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 怎么样去做它 好 如果说你有一个听音设备 听音的设备 比如说 当然最好 以前有 以前就是那种 就是复读机 叫复读机 叫复读机 或者呢 MP3 MP4 也可以的 也可以的 或者是现在的手机 也行 也行 然后是什么呢 就是说 有一个听力原文 我这听力原文 会给你们 训练的听力原文 我选好的 档次差不多的 档次也就是选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这个 听力原文的选择的 太慢也不行 太快也不行 这个我会直接提供给你们 然后这个听力原文 你放在一边 然后呢 你就放 放这个听力 放听力 你就是放一句 停一下 当然 如果这个句太长 你可以设定断点 可以设定断句 断点 然后呢 听一句 你就停下来 把你刚才听到的这一句呢 在一个本子上面 用你的笔 把它默写出来 把它默写出来 这个呢 也可以念你的词汇 同时呢 也可以念你 这个快速听的能力 和快速这个记忆的能力 所以说 这样子就可以训练你的 这个听力的综合能力了 你把它 把你听到的那句话呢 写下来 写下来 一直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到这个 It's mine 比如我跟你说 It's mine 你们听到 能听到 Mine Mine It's mine It's mine 叫It's mine 你必须要把这个IT 再加EPS 都要把它写出来 要达到这个EPS 都能把它弄出来 这样子 到这种级别 到这种级别 如果你反 如果你听了以后 听不懂怎么办 你反复听 一般的时候听不懂 我们可以听到什么呢 八到十遍 当你听八到十遍 还听不懂怎么办 这个时候 你看一下原文 看一下听力原文 这边这句话 这句话是什么 是怎么 是什么 是什么句子 是什么意思 好了 然后 你一看就明白了 原来是这个意思 然后你干嘛 你再把这个原文放在一边 再来听这句话 再来听这句话 看自己能否能听懂 能否能把握住 里面的每一个词 每一个发音的 一定要把握住 里面的每一个发音 都能把里面的每一个词 都要咬出来 咬出来 听出来 然后这样子写 你就这样子 大家看上去 是比较枯燥的一件事情 比较枯燥的一件事情 但是一旦当我们坚持到 我刚才说的 二十天到三十天的时候 我相信你的听力的实力 就比如说你们刚才说 错十个是不是 我敢跟你打赌 当你这样子坚持到 一个月的时候 你会什么 你会只错六个这样子了 你会只错六个这样子 但当你坚持下去 一般的最多错三个以内 这个是我们经过验证的 这边我们经过验证的 也就是说 成绩非常非常差的 一个学校的一个学生 他的听力一般错了 十三四个 最起码要错十三个吧 错十二三个 然后听完以后 他可以错了四个以内 三个以内 他是这样一个训练的 训练建议训练的时间 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们现在的寒假 还好有一点时间 然后平时没有时间 平时是这样子比较紧 然后尽量的运用 寒假的时间 寒假时间是什么呢 是能够每天听寒假 或者说两天听一次 寒假是两天听一次 一次呢 放到至少半个小时 一次听半个小时 精听 切记犯听 我们不需要说 早晨起来之后 放一个听力放在那边 哎我一边做事一边听啊 那叫哄人呢 知道吗 那叫骗人呢 那不可能提高你的听力的水平的 那叫饭听 我们不需要饭听 我们要干嘛 精听 就跟我们精读一样 叫精听 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寒假结束以后 寒假结束以后 当你听 听完这个 我提供给你的 某一份 某一个 某一份这个全国 这个全国券 或者江苏券等等 然后听完了以后呢 你的听力能力 基本上就会 大概就会提高 这个时候你再去做听力的那个真题 听力的高考真题 你再去做 再去做那些题目 你就会感觉到你的听力能力的上升 当你听力能力在上升 你再加上听力的技巧 这时候你做听力就会好得多 就会准确率就会大大的提升了 就会大大的提升 然后我们寒假不是听完训练完了吗 你平时一定要注意了 我们我们的听力平时不能放弃 学校里面有听力还不行 一定要在平时每周 或者说每周至少听一次 我再说一遍 每周至少听一次 一直听到你高考 明白吗 一直听到你高考 听到你高考结束 听到你就是要高考了 然后结束 因为听力考试 他这个耳朵啊 是念你的这种反应度的 反应度的 你平时不听 你突然到那个考场上面 哇哇哇 正如那个学生跟我说一样 说老师说哇哇哇的 我听不懂 然后为什么 平时没听 然后突然听 肯定哇哇哇听不懂了 知道吗 好的啊 然后这个听力原文呢 我是给大家 是这个听力原文 也就是说 2011年江苏卷是最快的 是最快的 然后呢 你们俩呢 就是说拿到手以后呢 可以先听 就是2012年的 它的速度是 这个2010年比较慢的 2012年比较 稍微相对来说快一点 可以先听2012年的 2011年的 这两个一旦搞定 特别是2011年的 你把它这两个搞定以后 基本上就OK了 我相信你的听力就会提升了 你就会感觉到你 在听着 学校里面 听着他什么 或者说只要是学校 按照高考的那个要求播放的速度的 也就是你听着他上一句 你再等着他的下一句出来 而不是平时那个来不及听 这个老师本人也亲自经历了这一点 老师本人那时候是用一个一拉罐 用一个一拉罐 夏天的时候那么热去听啊 去听 听什么呢 我就是听一句写一句 然后把听完写的那个圆柱笔心 写下写完 写完的圆柱笔心 放在一拉罐里面 放在一拉罐里面 然后我那个一拉罐大概只放了多少 只放了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吧 然后我基本上就达到了 从零英语 从哑巴英语达到 能够基本上能够达到什么呢 达到我们专业英语的考试 四六级这样的程度了 听力了 所以说 所以说呢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因为听力的词汇是比较简单的 而且老师还会把高名词呢 提供给你们啊 好 然后我们这个是听力的一个讲解 以及听力的实力该怎样去提升 接下来呢 我来看一下啊 我这个讲的速度比较快 比较快 那行 那我这样子 我接下来呢 再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本来呢 我们第一堂课是只安排听力的 但是我们能多讲一点 就多讲一些听力 不是啊 就是多讲一些内容 因为我们是要提分的 你们俩呢 就是说一个是大概是50分 一个是70分 我们的目标一定是在120 我们的目标是120分 所以说我们不是100分 我也相信能创造这样的奇迹出来 好 这个是啊 这个是那个课程 这个是一个课程的那个中间 也就是说所有听课的学生呢 他是啊 包括在线的同学 因为我这个将来做的视频的 那视频课听的学生呢 听视频的学生呢 就是说记住加老师的微信 然后给老师一个五星的好评 累积六次的话 老师会给你一个这个作文的批改 指导一次啊 价值299元的 另外加入微信以后 可以免费获得这个一对一的 这个批改指导作文的一个机会 好了 结束了 不好 好 好 好